民进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候选人 这个林志坚 他当年在中华大学 他取得他的硕士学位的论文 涉嫌抄袭 林志坚是抄得多么离谱 而且林志坚整个的论文抄袭 更严重的是 他抄的是我们政府的标案的 委论的一个报告 一个论文 题目几乎完全一样 只是把新竹改成末 结论和建议 继续抄啊 完全抄 连结论跟建议都抄啊 那你请问一下 你这个论文到底有什么学术价值啊 你经不起考验 你应该退出选举 来对这一场 你十多年前的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 涉嫌抄袭抄政府标案 来做负责任的表示 那我想今天记者会 主要是要针对 现在民进党提名的桃园市长候选人 这个林志坚 他当年在中华大学 他取得他的硕士学位的论文 涉嫌抄袭 其实过去 政治人物 就是论文有涉嫌抄袭的非常多 但是呢 待会我会给大家用证据 来显示出 林志坚是抄得多么离谱啊 而且林志坚 整个的论文抄袭 更严重的是 他抄的是 我们政府的标案的委论的一个报告 那政府的标案 当然应该是 我们政府的资产 是政府的智慧财产权 但是林志坚 对政府的标案超好超满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不但是有违背学术伦理 甚至有涉嫌违法 有没有侵占我们政府的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林志坚 应该去诚实跟坦然面对的 我先跟大家报告 在我们 政府的采购的公报网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我们的新竹科学管理局 他们一年都有很多的标案 在2007年的年底 12月的时候 他有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呢 就是以TCSI模式评估 新竹科学园区的民众满意度的伪办案 这个标案在我们政府的 采购的公报里面看得到 采购的金额45万 也就是2007年的12月 2007年的12月 这个是由中华大学智信管理系 他们得标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有关于这份的满意度调查的 一个委任案 它就是属于政府的财产 它是委托给 这个相关的学术单位 去做这个相关的去调查 好 那这个报告案呢 它在2008年 第二年的6月20号 他们提出了期末报告 也就是一个结案报告 那这个时间呢 是2008年的6月20号 那这份报告呢 是由中华大学科技管理学系 李友真博士 王明朗博士 两个人是共同主持人 他们两个挂名的一个期末报告 而委托单位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管理局 然后 接下来 我刚讲6月20号 这个报告 提出期末报告 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 我们的林志坚呢 也完成 完成他的硕士论文 他的硕士论文 是以TCSI模式 评估国内 可以帮我弄点水 评估国内 重点来了 抹科学园区之周边居民满意度 看这两个题目 时间差一个月 时间差一个月 两个报告的题目 一个是新竹科学园区 林志坚的报告是 国内抹科学园区 猫腻来咯 猫腻来了 怎么会一个论文 题目几乎完全一样 只是把新竹改成末 这当然有问题嘛 待会我会补充报告 因为这是政府标案啊 这是政府标案啊 你怎么可以 全部抄呢 我待会就提出来 他为什么 他不敢讲呢 因为他全部抄袭啊 所以他只改了一个 抹科学园区的这个一个字而已 那这时间呢 差一个月 然后这两份报告啊 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我在这边先补充一下 因为林志坚跟外界说 哎 这个是旧案啊 这个之前说时代力量 也曾经质疑过他呀 那我可以请大家到网路上去找 到目前为止 竹科的这份委任的报告 从来没有上网公告过 所以从来没有人拿我们这个政府的标案 去跟林志坚的硕士论文去比对 所以你们任何大家都知道 这个论文可以用一个就是在网路上 在用可以用电脑比对的 但是对不起 因为这个我们竹科的报告 从来没有上网公告过 到目前也没有 所以你拿这个林志坚的论文去比对的时候 你比对不出来 这个政府标案 因为网路上没有这份报告啊 所以他讲这是旧案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 把这份竹科的报告拿出来 来做比对 然后很不幸的是 不要用网路比对啦 不要用电脑来跑啊 你用肉眼来看啊 你就算有任何认识字的人 用肉眼来看 都知道这是一副 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抄袭 超好超满的一个论文抄袭 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先整理一些内容 超成什么样子 从第一章的序论开始 就开始在超 这个呢是竹科的报告案 这个呢是林志坚的论文 你看报告案 这个一开始哦 开宗明义说新竹科学园区 于民国69年12月设立 主要开半导体产业为重心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是林志坚的第一章序论哦 从第一节就开始抄哦 只是呢 他把它改了一下 从西竹科学园区 变成科学工业园区 于民国69年12月设立 主要以半导体产业为重心 几乎呢 几乎就原文照抄 最扯的是 错字还一模一样 原来的报告篮球场 出现篮球场 那个篮呢 从竹字头的篮 变成草字头的篮 因为完全抄袭 所以错字一模一样 好再接下来 到了结论和建议 结论和建议 继续抄啊 完全抄 连结论和建议都抄啊 我不是想你 那你请问一下 你这个论文到底有什么学术价值啊 然后你 他说 本计划以 LISRL验证TCSI的观念性架构模型之基本适合度 整体适合度什么什么 然后呢 对一般民众而言 对一般民众而言 三点 对不对 这是报告 用圈圈 好 我们来看林志坚 结论和建议啊 一样 本计划 以LISRL验证TCSI观念 概念性架架构模型之基本适合度 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看到没有 对一般民众而言 人家有三点 结论 用圈圈表示 他这边改了 有改 他用123表示 内容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前面用圈圈 后面用123 看到没有 共事 一模一样 结论跟建议 从头的序论开始 到最后的结论跟建议 一模一样 再来 在所有的论文里面 文献很重要 你引用了哪些文献 你研读了哪些文献 结果呢 在报告案里面的参考文献 跟论文的参考文献 也是几乎一模一样 他的中文文献 有换 有换一个 英文文献 全部都一样 这个你告诉我 这不是用抄的 这个 跟大家讲 我们稍晚会把 应该是现在吧 就已经把 两个论文的电子党 会传给我们媒体群出 然后我们接下来 也会在我的FB 把这两个电子党 通通传上去 让大家来做公平 因为写论文的非常多 台湾的学术就也非常多 标政府标案的也 非常的多 我不是只有主科管理局而已 大家来公平一下 这个是不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好 再来 因为你是满意度调查 你有复健嘛 你的复健就是 你采用的这个满意度调查 是什么调查 一看 又一样 不出所料 一模一样 这个满意度调查呢 他的时间点是97年的2月 也就2008年2月 他的研究员是李友真博士 承办人员王明朗 也就是这一份政府标案的两位的 两位的这个学者 通通都一样 零事件用的 用的满意度调查 一模一样 同一个调查 也完全一模一样 这种是雷同吗 这种会是雷同吗 从第一章的序论 抄到最后一章的结论 然后再抄到文献 再抄到附件 他用哪一个地方没有抄 抄好抄满 我刚才除了对邻之间 我觉得 当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 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检验 不堪检验 真的是很离谱 即违反学术伦理 而且也有违法之嫌 所以林志坚 你要不要退出 这一场桃源市的选举 不要再拿一个糖塞 说这过去啊 大家有检验过我 没有人拿这份报告 相互相的比对 才知道你抄成这个样子 所以林志坚 你经不起考验 你应该退出选举 来对这一场 你十多年前的 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 涉嫌抄袭抄政府标案 来做负责任的表示 另外中华大学启动调查 应该比照过去 追回林志坚的硕士学位 第三 竹科管理局也启动调查 对于林志坚 涉嫌全部抄袭 也应该采取 应有的法律行动 这个法律系统 包括 你要不要对林志坚求偿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 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鸡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